伊藤玉子是日本军队的护士 日本战败的时候 他被队伍遗弃在了中国 并且被逼自杀 幸好得到中国人民的救助 伊藤才终于保住了一条性命 他在中国组建了家庭 生育了儿女 后来还随丈夫一同来到老家江苏 如薅生活 在这里 他依然从事着医护事业 由于工作条件差 他将所有的营养品都留给病患 血液不够的时候 他还主动献出自己的血液 正因为如此 现领导对他相当关心 给他送来了保养品 多年后 他的丈夫不幸换上了肺结核 为了救助他们一家 所有的医院同事都主动站出来帮助他们 还不止这些 之后又发生了种种事情 让伊藤与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抗战结束27年后 中日 终于建交 这对于伊藤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 如薅人民也鼓励他回家乡看看 库别数十年 伊藤终于踏上了回乡的旅程 船还没靠岸 他就已经看到了岸边拉起的横幅 不少群众 媒体都站在那里期盼着他 而等待着伊藤的牌布置这些 日本政府还为他准备了不少奖励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日本都给他提供了哪些福利吧 第一 分配个人住房 第二 派护工照料伊藤的日常起居 第三 如果伊藤愿意回国 他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过来一同生活 这样的待遇 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心动 可是伊藤却没有说话 他回去探望了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弥补了自己多年未尽的孝心 过了一段时间 伊藤还是决心起身回到中国 因为在这里有他的丈夫 儿女 还有他舍不下的中国情谊 伊藤的晚年生活 就是与左邻右舍一同聊天作伴 有时候还会给孩子们讲讲爱国主义 但伊藤老人 女于两年前去世 享年92岁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